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竹江老师,潮带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在线旅游APP热门产品的一些分析 那么再从结构层上来看一看 携程,去哪,还有去啊 那么这三款产品的这个结构层 那么从结构层来看,简单看一下 携程这边,它分成首页,旅行日程,客服中心,还有我的 那么在首页里面提供了旅游,机票,还有酒店 这三大主要的模块产品 那么里面的还包含了它特色的攻略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热门的活动啊 还有寻找一些特卖会,这是其他的 那么日程呢,主要是添加日程 还要写一些日程列表 那么客服中心作为一个单独的type形成 可见呢,携程对于客服这边是比较关注的 那么我的里面呢,有包含自己的一些常用的信息 我们再看去哪 去哪这边呢,也是首页 客服订单我的和发现 那么去哪这边呢,首页也包含了有关于酒店啊,攻略啊,周边生活啊,海外畅游啊,这边的东西 可能比较特色的就是海外这边,单独的拿出来了 那么其他这边呢,多了一个发现 因为去哪这边,欧投欧做的相当比较多了 里面有包含了美食,娱乐,景点,电影票 那么这些呢,是他的一些特点 我们再看阿里区啊 阿里区啊,在结构上 其实和其他这几家没有太多的区别 还是包含了机票啊,酒店啊,度假啊,门票啊,这些东西 但是呢,比较特色的,我们看一下 他有一个目的地 他从目的地的角度来划分 给用户去推荐一些目的地 那么其他的都和前面这几说 这几家没有太多区别 那么结构层这边,大家主要根据他的这个APP 也画出这种思维导图 没有太多的难度 我们下面来从这个框架层来看一下这三款产品 那么我截的这三张图呢 是今年,是今年,截的图 那么肯定不是当前最新的版本 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时刻保证我上线 我这个视频较成上线的时候 大家都拿到的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我就按照我当时的时间点 然后结了一个我认为比较新的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从这个版本大家就可以看到呢 后面的这两个产品 如果不仔细看 甚至觉得这两个产品呢 是一个产品 确实,无论是从配色 还是从产品结构上 后两个产品呢,长得非常像 我们仔细看出看出来 中间的这个呢 是去哪儿,通过这图标呢 看出是去哪儿的产品 那么最右边这个呢 从这个小海豚都看出来 它是协程的产品 那么这两个产品呢 它在架构上 从这个框架上非常的相似 同样,把酒店搁在了第一 机票搁在了第二 旅游搁在了第三 下面是攻略 本地阶攻略 欧托后面就可能就区别了 但我们看前三个 无论从配色 还是从模块的摆放 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里面呢 比较有特色的是阿里区阿 阿里区阿没有用这种 九宫格的方式 而是用传统的 这种摆放方式 上面有会计的入口 下面呢 有一些分类的一些导航 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去做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去哪儿跟协程 页面布局 风格都非常的相似 那么它的布局比较合理 信息明确 主要是重点比较突出 那么重点的这几块业务 比如说机票啊 酒店啊 度假啊 都放在这最前面 而且呢 都以这种不同板块 不同颜色 精通区分 相对来说呢 结构比较合理 阿里区阿没有那么做 它显得会相对来说凌乱一些 看起来呢 和美团啊 大人点评啊 这种样子比较相似 东西感觉比较多 没有重点突出内容 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市场细分 而且呢 它下方的标签栏 没有客服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 它没有客服 我们看去哪跟协程 都有一个客服的这个type 客服的这个type 而且都摆在了比较明显的位置 但是我们看阿里区阿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啊 原因就是 区阿是平台战略化 平台的战略 而不是像这种OTA领域进展 所以说 它没有像去哪和协程一样 把这些不同的板块排列出来 而是一种大的平台的方式 像美团啊 大人点名这样 把所有的东西有块入口 搁在上面 然后还有很多运营推广的活动 然后搁在了下面 这是阿里区阿 由于平台战略的角度考虑 没有做这种相对精准的OTA 至于没有客服呢 是因为 因为阿里区阿嘛 对吧 它有这种淘宝的基因 所以它是在页面 产品页面里面 直接和商家竞沟通的 所以它是这么去做的 其实没有好坏之分 而是说 是从平台战略的角度来看 是这么去做的 当然从单纯那种用户角度来说 如果你有明确的需求 如果你认准了 就是去哪 就是协程去做的话 那么显然 去哪和协程的这种产品 对于旅游类 出行类的用户来说 它的这个目标精准定位 是更加精准的 那么用户找起来 也更加的方便 那么阿里区阿呢 类似一种大的淘宝和集市 这种方式 相对来说 用户寻找信息 没有那么方便 好 我们再看表现层 表现层 还是这三张截图 大家可以看 这种表现层的区别 也比较明显 那么虽然说 这三个页面呢 都显得比较简洁和清晰 没有给人态度的压力感 毕竟都是市面上 比较成功的产品 但是从配色上 我们看 去哪旅行呢 它是以这种绿色为主 和它的品牌色是相关的 那么协程和阿里 都是以蓝色为主 也是和他们的 主色调相一致的 那么协程和去哪 采用了这种 九宫格的方式 展示基本的分类 相似度非常高 而且呢 均以多色调为主 每一个分类 会有它对应的颜色 酒店都是以红色 机票以蓝色 度假也是以绿色 本地化的这些攻略呢 都是以黄色 配色非常的相似 而阿里区阿 而阿里区阿就没有 这种方式 而是以这种 集市平台性的方式去做 而且那些小的 快捷的入口呢 比较显得小清新一点 那么去阿里区 那个阿里的 这个去哪 去哪 还有协程 都是用这种 九宫格扁平化 这种设计方式 比较简洁 这是表现能的区别 还是那句话 没有好坏之分 而是平台战略的选择 那就于个人用户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 追求效率 提高效率 有明确目标的用户来说 那么可能在使用操作上 协程 还有去哪 相对来说有些优势 我们最后做一下小节 那么我们说 在线旅游这个行业 现在来说 玩玩家其实是比较多的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头三名 对吧 协程 去哪 阿里区 但其实呢 这个行业的领域 玩家比较多 像比如说 同城 图牛 翼龙等等 其实做的比较多 这个行业 想分成一杯羹 越来越难 所以说除了这种平台机的产品 还有很多产品 主要专注一项 比如攻略 比如像那种 呃 呃 驴妈妈呀 比如说像这种 马蜂窝呀 蝉油剂呀 这种都是细分领域了 所以说 我想做到一家不大 其实并不容易 而且各家产品同质化 非常非常的严重 如果想要突破 必须要追求差异化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 如何寻求差异化 那么目前呢 大部分在线旅游厂商 主要把服务呢 集中在旅行前和旅行后 什么叫旅行前 比如说 买机票 买火车票 旅行前 对吧 买门票 旅行前 旅行后呢 比如说订酒店 回程的机票 这都是旅行后 包括写攻略 这都是旅行后的 但是随着这种 移动端的不断的发展 用户呢 是可以边旅行 边实现的这种 在线服务的 所以说呢 就使得我们的这种 在线旅游的产品 要不断的适应 场景化的需求 能够实现在旅行工当中 就能完成服务 完成消费 最终呢 实现旅行前 旅行中 旅行后 一个完整的 在线旅游的市场覆盖 那么现在来说 比较可开发的 就是在旅行中 这个阶段 如何去渗透 如何全面的 来把控这个市场 寻求机会 通过和线下旅游 这种产品经营结合 来加速整个行业的 信息化进程 比如说旅行工作当中的 导游服务 比如说旅行工作当中的 出行服务 比如说旅行工作当中的 吃喝玩乐这些服务 都可以进行互联网化 形成线上和线下 一体化的这种 auto的 这种旅游方式 这个是未来的一种 发展方向 那么最后呢 还是留一个思考作业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是你是一个 在线旅游APP的产品经理 你打算如何归来 规划未来的这种产品 发展方向 我相信这种问题呢 也是一个 如果你想面试到一个 旅游类的这种产品 那么你面试很有可能遇到这种问题 那么今天呢 听了 超台老师在这边讲 在线旅游这种 现状发展的情况 还有目前的市场竞争格局 需求分析 还有这三款重要热门产品 目前的这种产品分析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在线旅游 APP的这个产品经理 你打算如何规划未来 你可以把自己设想成 为斜程去哪的 甚至你可以把自己设想成为 途牛 同层这种追随者的方式 你想你如何去做你的产品 好 以上呢 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超台老师在麦子学院里面 热门产品分析这套系列课程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那么超台老师的其他的这种课程 好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课再见 感谢大家收听